这个大家的遵习开戏 遵习开戏 一个折武 这个折武是一个优质频道 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这个活动 在这个空间里面 当然今天主要要跟大家来聊这个议题 用文字落出曾经风雨的人群痕迹 这个 还是一个小感动一下 我刚才台主台就后面跟Sophie讲说 看到自己写的这个标题来 感觉还蛮好 瞬间有老文青的感觉 今天我相信在场很多人 就今天一整天的活动下来 就是走毒的伙伴 身体都充满着维他命C 我现在太热了 今天台北过季度39.7度 这个是有史以来台北最热的时候 不过我相信大家也保留了蛮多的精神 来听今天晚上非常非常荣幸邀请到馆长 这个size好像不一样的问题 听到馆长应该是那个muscle 这个馆长 我们国家人权博物馆的馆长 陈俊好 我们非常长期在人权的战友 来跟大家分享搞人权跟出版 出版这个事情 为什么是重要的 那当然他有准备PPT 待会他一定会有很精彩的去跟大家分享说 过去到现在我们在人权出版的一些努力 以及说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就不讲太多 一位事实上我相信 军航一定会有很多的 豐富的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想今天的吹长 如果今天有参加走毒的伙伴的话 应该会有更多的回想 那当然如果今天没有参加走毒的伙伴 因为官站他在这个位置上面 国家人权博物馆 记得要按站 还要加入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社群网络 这样的话你就会定期收到有非常多的活动 那这个议题文字怎么样去跟人权搭上关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包括台湾 让我让你走过来 党官杂志 OK 我们的政治民主的过程 包括说我们透过早期 说实在的 我实际上这样子在分享 我这个外国人如何变成台湾人 其实就是透过大量的阅读 早期台湾的一些非常非常不正义的事情 包括228的史料 包括还是恐怖时期的一些出版 早期的的确是比较难阅读 因为都是报告书 都是一些硬邦邦的文字 但是我们如何透过文字的穿透性 来让更多人对我们的历史翻译是有感觉的 从而我们当然要避免我们的这件事情 不要再重演 然后我们也能够去支持香港 支持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那我就不多说 接下来的館长 我不太喜欢其他館长 那俊隆 俊隆的館长 一定是精彩可惜 那我就把麦克风交给俊隆 好 我要这样做 各位伙伴 大家晚安 好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到牧泽咖啡 我很高兴看到了非常多来自于不同专业领域的伙伴们 欢迎大家共去一趟 那其实刚刚洪先生提到的 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感触 台湾一路走来其实是非常艰辛 虽然我们现在是可以在对外说 台湾在亚洲在民主人权的表现上 有一定的这个成绩 但是其实这一段历程其实也相当艰辛 今天大家在走湖的过程里面 你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在这一段历程当中 许多留下来的一些景色也好 或者是一些空间的意涵 那就如同刚刚有人所提到的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台湾曾经经历过这么长的 我们常常讲说 台湾曾经经历过上一个世纪 人类文明史上最长的建言历 这一段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权侵害的故事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进行转型正义 这个议题来的比较晚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过去这段历史是断裂 所以国家人权博物馆的成立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跟它的使命 就是如何让这一段历史记忆 能够透过不同的方式 成为台湾社会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也只有让它成为我们的社会公共的记忆 我们刚刚提到的历史不再重演 真信才会成为可能 所以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主要会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各位今天走过很多的这一些空间 所谓的过去台湾的不宜遗址 或者是这一些人权地景 这些种种背后 其实有很多的这一些集体记忆 该怎么样被保存 那站在出版这件事情上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径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 各位在座很多人 一听到政府出版品 一定非常的头痛非常高重 因为通常政府出版品都很难看 或者是也没有美编 或者是 但对我来讲 今天站在政府单位的出版 跟民间的出版 其实有一些功能跟意义上的不同 所以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 这两年来 其实国家人群博馆在2018年成立以来 其实在出版的路径上 大概都有两个大的面向 第一个就是 他一定会赔钱 但是在从整个公共性的角度上 一定要把它付出于出版的 这些相关的史料也好 或重要的这些研究也好 这是第一种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明 第二个部分是 透过出版来进行社会对话 进行社会讨论 那我一直是认为 因为台湾没有像南非 在进行转型正义过程的真相與和解文有论 他没有太多的机会 在进行更多社会沟通与讨论的这些研究 所以国家人群博馆也希望透过出版这件事情 来达到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简单的用很快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 各位都从今天上午中中午 曹老师应该有带大家走过很多不同的所谓的不义移植 那各位可以知道 台湾当年的白色恐怖 是高度体制化 也就是一个人被逮捕、征讯、审讯 到他被判刑 他要枪决 他就到马场丁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送或者是他被判刑确定之后 他就送到这些监狱里面 那各位走过的今天 大家经过的吉美园区 事实上就是当年这些所谓的政治犯 遭到征讯、审讯的这些看守 比如说军事审判跟看守所的这个场率 那判权确定之后 要么就送到马场丁枪决 要么就是送到绿岛进行这个弯押 所以你会看到吉美园区跟绿岛园区 其实就等于是台湾过去整个军事审判历 自己细层当中的重要痕迹 所以用一个博物馆的方式 把这两个重要的遗址保存下来 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常常讲很多时候跟很多的学生说 当我们要去跟大家说 什么叫human rights 或许我们可以先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human wrongs 這些過去人權侵害的場域 透過大家去體會這些人權侵害的場域 或許我們就比較能夠了解 為什麼人權這些事情在我們身上是重要的 所以其實在台灣社會 其實一路走來你會看到有非常多 類似於景美跟綠島的這樣的空間 所以現在促轉會正在進行 全台灣的這一方面的空間的盤底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我們在保存歷史記憶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常常講說記憶政治大概有四個流鼠 第一個就是空間的保存 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去過德國 你會經過很多集中營 他們保留那個完整的當年的集中營的場域 或者是各位如果去波蘭奧茲 你可以看到當年納粹時期 這一些猶太人是如何被對待的這些空間 第二個部分是agency 就是當年的這些政治受難者 或者是當年的這一群 在這樣的一套執法系統裡面的這些參與者 我們要怎麼樣透過歷史真相還原的方式 讓他們被看見 第三個面向我們講說就是narrative 就是論述 這個論述其實是重要的 其實各位知道在台灣社會 現在還有很多的人 其實對228跟白色恐怖的歷史 事實上很多的不了解 甚至我等一下會分享 我們這兩年在進校園的過程裡面 常常會碰到很多學校老師在學校行政上碰到一些問題 就是你談馬丁路德金恩 你談曼德拉可以 但是你是不能談鄭南榮 你不能談鄭文成 那那個過程裡面就看到說 其實很多對於這一段公共記憶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仍然存在著很多需要被填補的地方 第四個部分才是我們說event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很多儀式性的方式 來把這些東西記一下 所以空間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等一下我會簡單的跟大家說明 我今天大概沒有辦法跟大家介紹 我們每一本書在講內容是什麼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說明說 我們為什麼要出這些書 那或許可以讓大家有機會 可以來觀看這些書籍 那我相信會對於大家在理解這議題 有一些幫助 那我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說 首先我跟大家說明 就是國家人權博管是經歷過將近17年的歷史 才在2018年成立 那這段過程裡面其實是有非常多的政治受難前輩 還有很多的這些學者 地方的這些工作者 搶救而來 所以它有很重要的意義 那我剛剛講到 作為一個推動台灣在進行人權跟轉型正義的一個重要機關 它跟政府 它作為一個保護館 它跟促轉會當然功能有所不同 所以我常常把人權館視為是一個 就是說我們常常說 如果你在鏡頭裡面 這個叫觀景窗 觀景窗它可以變成放大鏡 也可以變為顯微鏡 就是說你在調整鏡頭的過程裡面 所以它可以細微的 我們要去考究很多歷史檔案跟真相 那它變成望遠鏡式 我們要透過這一個介面 所以跟國際社會有更多的交流 因為台灣雖然有民主人權的表現 但是我們經歷過這麼多的這些苦難的過程裡面 轉型正義的推動 一路走來這麼樣的辛苦 其實是需要跟其他國家相互學習 所以在這樣的基礎底下 我簡單從四個面向來跟大家談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進行這樣的一個 人權歷史跟轉型正義這個議題的 相關的這一個工作的話 出版這件事情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首先各位都知道 其實轉型正義大概分為四個類型 四個重要工作 第一個就是歷史真相的還原 第二個就是我們說關於加害者 加害體系跟他的協力者 我們說他在責任上的追究 就是他在道德上的責任 或者是他在法律上的責任 第三個部分是我們如何對被害者 進行相關的賠償 這個賠償不是只有物質上的 還包括很多心理、精神層次上 跟經濟層次上的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 等一下我也會分享 其實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說 這兩年來我參加最多的活動是什麼 告別式 我幾乎一個月參加一次最適合 所以你可以想看政治受難前輩 他們凋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們如何能夠不是只有 金錢上的這個推廠 我剛剛講到的這些歷史真相的還原 跟相關的這些究責的討論 事實上都是很多政治受難前輩 心中非常在意的一個重要的議題 第四個面向是比較少人討論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面對轉型正義這個議題 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工作 就是剛剛提到要never again 如何never again 就是你必須要對制度體制 要進行全面性的反省 所以要進行制度性的改革 才有辦法讓過去的錯誤 不會在民主的未來再度發生 所以制度改革的面向當然是很重要 可是我今天要說明的就是說 雖然大家習慣於對轉型正義有這四個面向 但是我認為轉型正義的議題 不是只有這四個面向的問題而已 也就是說轉型正義不是只有加害者 跟被害者的問題 轉型正義也不是只有在政治跟法律層次上 如何去做體制性的修改而已 轉型正義要面對的 除了政治跟法律的轉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是文化的轉型 也就是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在這樣的一個 威權體制底下 受到非常多威權體制所留下來的 許多的這些影子 剛剛聽到有人說今天大家在導覽的過程裡面 也聽到了很多志工 有很多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些導覽 你就可以想像 其實即使到了民主時代裡面 有很多的人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威權體制底下 成長接受了很多的價值體制 所以轉型正義必須要思考的是 它另外一個重要的面向 是如何讓我常把它界定為是文化繁型運動 轉型正義是一場文化繁型運動 它是要讓我們所有的人都需要深刻的去體認到 過去的這些人權侵害歷史對於我們每一個人所帶來的影響 所以它不是只是加害者、被害者的問題 也不是被害者獲得賠償就解決了 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看我們今年出版的一套 《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 其中我們的童韋德主陪講過一句話 他說事實上所有不被記憶的屠殺、傷亡 會耐泥化 它會很細微地滲透到我們每一個人 覆蓋在我們的語言跟身體上 沉澱在我們的四周 所以如果我們所有的人都把轉型正義視為 只是加害者跟被害者的問題 我們就忽略到了這一場運動對於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有很深刻的影響 所以我常常說文化轉型可能是我們博物館 這兩年重要的一個使命 也就是在協助處長會進行法律跟政治的一些相關工程之外 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 邀請台灣社會所有不同的觀眾 大家一起來思考如何面對處理過去的這些種種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基礎底下 我簡單說明我們在出版的任務上 從四個面向來進行 第一個就是如何面向過去 面向過去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們在面對不管剛才講的歷史真相的還原 加害體系的解釋 或者是說如何讓政治受難者的重要的這些生命經歷 能夠被保存下來 所以我們做了非常多關於這些史料跟檔案的蒐集 另外一部分就是剛剛今天各位所提認的 我們盤點台灣所有跟景美跟綠島一樣的這些不宜遺子 如何讓它作為我們未來在進行許多的這些歷史教育或人權教育當中 非常重要的空間場域 另外一部分是面向社會 也就是說我剛剛講 台灣並沒有向南非真相與和解促進 和解委員會一樣 到全南非各地去進行許多的這些溝通對話的論壇 所以我們透過博物館的方式用展覽跟活動跟許多的這些互動的方式 來邀請社會大眾來認識台灣的這一段歷史 跟台灣所遭遇過的這些不同的人權親愛的故事 第三個部分是怎麼樣面向未來 所以等一下我會跟在座很多的年輕朋友們 我也希望說今天也把這幾套書介紹給大家 因為我個人覺得是它應該不同於你過去接觸過的政府出版品 因為它真的很好看 那等一下我可以介紹一下 另外一部分是我們怎麼樣去面向國際 台灣今天有這樣的一個博物館 透過這樣的出版品 如何能夠去跟國際社會能夠有進一步的聯繫 那首先面向歷史的部分我剛剛提到 因為其實台灣經歷過這麼長的這個白色恐怖的歷史 戒嚴令是在1987年 但是真正我們說白色恐怖的結束要到1992年 所以40多年來的這段歷史裡面 留下非常多仍需要被挖掘被還原的許多史料跟歷史 所以我們其實過去這幾年來做了非常多關於這些檔案的收集跟調查 同時也透過這些調查過程當中去進行出版 舉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這些研究案 目前跟台大出版中心合作 也就是未來學術性的 只要是我們的研究的計畫所進行的成果 我們都會透過跟台大出版社一起合作的方式 讓這些學術專書可以在未來的這些學術研究裡面有些幫助 但是這部分我今天比較不會提到 等一下主要是會提一些我們在目前可以接觸的到的 那過去在籌避促時期 其實人權館就已經出過相關的這些出版圖 那比較多是政治受難者的口述歷史 我想各位都知道 其實我個人認為真實的故事最動人 其實你會看到在台灣社會這一路走來 有非常多很感人 但是也很勵志的故事 在這一段過程裡面 那等一下有機會跟他說明 那我們今年從去年開始 開始把這些相關的史料 把它轉換成為不同的介面 也就是說它不一定只有紙板 實體的這個紙本書 它也可以變成線上的書 或者是透過資料庫的方式 讓這些檔案或是故事 能夠更為流通 更讓大家可以有可持經濟性 所以各位今天如果有機會回家上網 你可以到人權館的官網 我們現在把所有政治受難者 我們訪談 目前訪談有500多位的政治受難者的故事 還有70幾位 政治受難者的影像拍攝 通通在我們現在的台灣人權故事館 那裡面你可以看到 來自於50年代到90年代 各式各樣不同的這些政治受難者的故事 我們最近還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各位都知道 其實當年台灣的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是不分族群、不分種神奇 我們最近也看到非常多原住民的受難者 以前都以為只有州族跟泰亞族 但是我上個禮拜到了布農族 去看到了非常多的受難前輩 還有排灣族 他們是經過了促轉會頒發的撤銷儀式 之後才知道原來當年的親人是因為這樣而死 因為當年有一位原住民叫吳寶宙 他是在關押的時候還沒有被判刑的時候 就死在監獄裡面 所以他也沒有彌補藏經 所有相關政治檔案資料裡面也沒有看得到他 但是後來是因為相關的這個史料的法術 才知道他被葬在六章裡 後來才挖掘 類似這些故事 那我們這邊有馬來西亞的朋友 其實當年目前統計出來 當年臺灣曾經有19個國家107個外國人 也在白色恐怖時期成為政治犯 你就可以想像 在那樣的肅殺的時代裡面 其實很多的這些人都遭遇到非常多的這些難 那這個其實也歡迎大家有機會可以上網 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你對文學有興趣 但是還沒有買我們那一套書的 好 你可以上網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套關於白色恐怖文學資料庫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了解到過去 雖然在那個時代有這麼多對於文字跟思想上的前置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是用他的筆在進行很多的創作 有小說 有閃文 也有詩 我們現在今年度剛出版的是白色恐怖小說選 那其實就是先從這個資料庫裡面去進行篩選 也就是說我們一開始的想法是 如果你要出版選集 你一定要讓大家知道那個鋪到底在哪裡 到底台灣出版過多少的相關的這些出版品 所以我們先進行了這個資料庫 再從這個資料庫裡面去進行這個選集 所以我們邀請童韋德老師跟胡舒文老師 就是今年初進行白色恐怖小說選 那我們今年底會出版閃文學 那所以很希望能夠提供給我們在座國文老師 還有我們習慣文學的朋友們 我其實在這一套書裡面其實收穫非常非常的大 那等一下我也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個部份是如果在座有很多做歷史 考驅歷史檔案研究的人都知道 其實檔案要讀懂檔案、了解檔案 其實是進入到歷史的一個重要的入門 但怎麼樣理解檔案這部份 等一下我也跟大家說明 那我們現在也是先進行資料庫的建築 另外一個 今天各位如果想要回憶一下 你今天走過的各個不同的博弈椅子 我們現在也有一個不移椅子的線上資料庫 你點進去之後可以看到過去的這些空間 因為台灣的很多不移椅子現在都不存在 比方說我們隔壁的喜萊登飯店 它現在已經成為一個觀光飯店 它當年卻是這個我們說青桃東路3號 當年很重要的這個政治場域 當然這部移椅子裡面你可以看到這些歷史 跟一些老照片 那我們現在正在規劃 未來能夠結合更多的這些數位的方式 讓所有的朋友 其實透過這個資料庫裡面 可以去感受到這些不同空間 它存在的意義 另外其實各位我知道我們剛剛講的 政治受難前輩的這些故事 你都可以透過線上的方式來進行實用檢索 我先講這個背景主要的原因是讓大家瞭解到 在這個過程裡面 出版怎麼樣子能夠作為一種協助 怎麼樣去協助大家在這個過程裡面 讓這個議題有更多人可以瞭解 所以我們在今年 在有了資料庫以及相關的檔案 爬書的基礎底下 陸陸續續開始在進行相關出版的整理 是在面向歷史的這一部分 其中我們把很多當年前輩留下來的這些文書 把它做出版 那這邊我要特別跟大家介紹的是高醫生的育中家宿 各位知道當年我們現在手上能夠保留到一個政治受難者 從育中家宿一直完整的記錄寫日記 把它保存下來其實非常少 那高醫生前輩他事實上保留了他當年在青島大陸 這個被彎押時期的56封的這個手寫書的這個家宿 那這個家宿你可以從那裡面你可以看得到 因為當年他們都受日式教育 他實在不太能夠寫中文 所以但是在當時也因為當時這些相關的這些同志者 他們不允許他用日文寫、鑽寫 所以他一開始要用非常非常困難的 用中文的方式來表達他的一些看法 所以你會看到他在這邊有很多的轉折 到後來在即將槍決的那幾段最後一段儀式 他開始可以寫用日文寫 那用日文寫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許多在獄中的這個歷程 你可以感受到一個人 各位想想看如果你今天面對到說在一個不未知 就即將要走入刑場的過程裡面 你要留下什麼東西給你的下一個 尤其是他當年是為了舟族 你要怎麼為了你的部落 你要為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要為了你的這個民族 那這邊你會看到他有很多大愛 而不是只是在對於這個家庭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非常高興 事實上是在高一生前輩的公子高英傑先生 保存了所有的這一些家屬 捐贈給國家人權國館 所以我們因為各位如果我光是看這個日文 大概很難理解 所以我們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我們找了蔡坤林前輩 他先針對日文 因為各位知道很多古日文 現在未必日文系的同學可以看得懂 所以要找這一個 要我們老一輩阿公阿嬤那一代的 這些前輩們 針對這些日文來進行翻譯 另外再請我們的周婉堯老師 針對每一封 各位知道在這邊怎麼樣排順序 這也是一門學問 因為它上面有些並沒有寫日期 所以這裡面很像偵探 我要怎麼看到說 這一封跟另外一封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都是要透過文字裡面去找線書 所以經過將近兩年時間 才完整的把這本書的完成出書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本書裡面 會有中文也會有日文 還有原件 叫原有的這個加速 所以這本書其實我們最近剛出來 其實蠻受到蠻多 甚至我最近這幾個禮拜都接到來自於 我們海外的同鄉會的電話連線 主要就是在談這本書 也就是說透過這些方式 其實也引發很多人對這議題的了解 那下個月我們即將會出版一套 政治受難者的口述訪談 那其中也有我們曹老師 他當年也有協助進行的這個訪談記錄書 這邊有將近五冊 有非常多的這些前輩們的口述詞 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們也非常常去出版一些英文的出版品 那最主要是因為 各位都知道我們有一位 也是馬來西亞的喬生、陳青生前輩 那我們最近會協助他出版英文的 那這是關於口述史跟史料的部分 接下來面向社會這件事情 我常常講說剛講我們怎麼樣子 把過去的負債成為未來的資產 其實把這些空間的保存 讓他成為人權教育的場域 是一個非常合適的 所以我剛講我們去體認human wrongs 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麼我們要human rights 人權絕不會又不是天上掉下來 所以在過去這兩年 其實人權館的金美園區跟綠島人區 已經成為台灣很重要的這一些 執法者的人權教育場域 比方說現在所有的在職法官 還有新任的法官都需要在綠島跟金美上課 因為我的想法是 這些公權力執法者一定要去體認 當年公權力是怎麼樣造成人權侵害 他才能夠知道我怎麼樣子在未來在執法的過程裡面 可以深刻體認到這一個人權的重要性 那這個是當時司法院許院長他在敲板定案 這個法官學院要到綠島來定期上課的過程裡面 他來視察 那另外這個是新任的法官 我們現在也是在金美東北上課 另外一個是公務人員的檢任、檢任 就是九到九級以上 九值等以上的公務人員 都必須要在綠島跟金美來上課 透過實地的參訪 他才能夠了解這些議題的重要性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基礎 我們其實在去年開始 就透過這些不同的不義遺址的 剛剛講的這些規劃跟進行 其實也會希望能夠邀請很多地方的縣市政府 跟教育部的許多的教育現場的老師 透過這些不義遺址來教人權 透過這些不義遺址來認識人權 所以我最近在前幾個月 就去跟教育部有談了一個計畫 未來我們會透過我們的出版品 協助教育現場的老師 如何來挖掘你自己在地的歷史 而不是說你要認識這些歷史 必須得到金美園區、到綠島園區 或者是你只能到二二八級內觀 而是其實各位剛剛一路 今天上午一路走來就知道 處處其實都留下了很多 我們值得去保存跟我們許多記住的 許多的空間跟故事 那這邊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說明 所以我們最近 各位有機會的話 我們最近也可以看到 我們最近出了一個半年刊的通訊 這裡面會用主題式的方式 來介紹各個不同的人權議題 那去年我們主要是因為去年是戒嚴70週年 我們來談一下戒嚴對整個台灣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另外我們這一期主要就是在談原住民族的基本人權 那另外跟大家預告一下 那這個可能跟今天大家的活動有關 我最近正在出版一本書 在下個月會出版叫做暗黑雨子 也就是說像各位今天一樣 我們從一個旅行者的角度 怎麼樣子來體認這一些不同的歷史場域 歷史空間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規劃了全台灣有非常多不同的路線 跟大家今天走的一樣 但是我們是從人權跟不宜一子的空間的出發 讓每一個人你在北部、在東部、在南部 透過不同的點去點以點、去串聯 你就可以了解到非常豐富 台灣的這些豐富的這些故事 跟他所留下來的這些資產 那這個暗黑旅誌 我們是跟各位不曉得 可能同學們應該聽過 最近有一個出版社叫奇異國出版社 那這一本書是我們請奇異國出版社 在協助我們 那預計在下個月會出版 另外有一本書也提供給大家 這主要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理解檔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認識檔案是認識歷史的一個重要開始 所以我們最近 我們世上人權館每一年都會舉辦政治檔案的解讀 協助大家就是 因為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進校園都是帶著檔案 政治檔案跟帶著判決書 去學校跟老師跟同學們講說 你要怎麼認識這些歷史 所以怎麼解讀很重要 但是我們過去這兩年 其實有蠻多的這些年輕朋友們 想要來認識這段歷史 想要知道我怎麼樣入門 所以各位知道在我們去年的政治檔案解讀班 的這個非常密集的課程裡面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來了四個編劇 這個編劇 劇作家他為了要寫好的劇本 他也開始來了解怎麼樣來解讀政治檔案 所以我們最近也跟台灣民間 曾相與和解、促清輝一起合作 要出版一本大眾版的政治檔案解讀手冊 讓大家可以歪你回家 如果有機會想要去了解這些過去不同的故事 你要去看判決書 你要去看這些檔案 你要從怎麼樣的方式入手 那這個我們也會預計能夠對大家幫助 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覺得剛剛講的 怎麼樣進行教育就非常重要 我去人權館的第一週 就有很多的人提醒我 說這個地方是兒童不營 小朋友是不能進來的 我很納悶 我們不是說教育要從小做起嗎 我們不是說我們要讓從小就要扎根 讓小朋友能夠理解台灣的歷史 以及理解人權的重要性嗎 那為什麼小朋友是不能夠踏入到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我們剛剛有連手講到的 所以我們要思考 這些重要的議題 或者是相對冷峻的 嚴肅的議題 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轉換 所以我這兩年的一個最重要工作之一 就是要讓人權館可以成為親子共學的場域 所以我們透過很多的方式 其中我發現有一個重要的路徑 所以是繪本 繪本是一個非常好的 跟爸爸媽媽跟小朋友一起說故事的 一個好的見面 坦白講 對我來講 尤其是我跟友林這個世代的人 或者是洪先生這樣的世代的人 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經歷過威權體制走來 其實我們會發現到有很多 我剛剛講的 我們這個世代的很多的人 仍然受到很多威權體制的影響 他並沒有 我常講說 我們現在如果從威權轉型到民主 如果用電腦來講的話 就是硬體 現在你換了一個電腦 不是只是換硬體而已 你的軟體也要更新 你的軟體就是你這些許多價值觀 你的這些mindset 但是我們這個世代裡面有很多的人 事實上是並不一定能夠去體驗到 這些民主的一個核心價值 甚至是人權的議題 所以我常常說 進行兒童的人權的教育 其實最主要是在教育大人 因為透過親子一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主要是透過這個方式 能夠去影響這些爸爸媽媽 所以繪本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好的路徑 所以我們過去採取的方式 是搭配活動來進行 舉一個例子 我們從去年開始 人權館就有一些小小解說員 就是小朋友會幫大家 跟今天曹老師 或者是有研的這樣的角色 來幫大家進行解說 但是怎麼樣讓他解說 你不能讓他用背的 因為這樣的話沒有太多意識 你要讓他感同身受 你要讓他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透過許多工作坊的方式來進行 那首先我們就透過繪本 那各位都知道 我們目前台灣本土的繪本不多 白色恐怖的繪本更少 目前我們手上大概只有四本 一本是希望小提琴 這是已經過世的新嘉惠老師 另外一個是說好不要哭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陳青森前輩的故事 另外一個也是愛唱歌的小熊 是我們蔡昆寧前輩的故事 另外有一本叫做綠島的燈塔 這個是一位郭正淳前輩的故事 那正好蔡昆寧前輩跟陳青森前輩 這些都是我們主要的人權園區的導覽員 所以我們採取的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讓故事老師先透過繪本 帶著小朋友來認識這些歷史 透過繪本讓他開始知道這些東西是什麼 那麼講完之後 男主角就現身了 男主角就出現了 那就蔡爺爺爺跟陳爺爺就帶著大家走進園區 那我們發給每一個小朋友一個安排 你就一邊聽導覽一邊拍攝 你看到了什麼 你聽到了什麼 那回過頭來回到班上 你在救你自己怎麼樣去把這個故事說出來 那那個故事裡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小朋友 他在園區裡面 他 我們希望說你可不可以用一句之後 當你解說完之後你用一句話來結語 來告訴大家你心中的感受 那有同學寫到的是這個苦難 有人寫傷心 另外有一個同學他貼了一個空白紙 然後問他為什麼空白紙 他說他很沉重 他無言 他無法用言語來言說 這是小學三年級的同學 所以我說人權交易不是不可能 重點在於我們怎麼去面對這個議題 那也因為這樣子 這一群小朋友後來其實他們有另外一個社團 他們叫做大人思想研究室 為什麼 這一群小朋友是專門在研究大人的 他們覺得大人的想法都很奇怪 那他們成立社團的第一堂課的主題叫做 如何解讀大人善意的謊言 因為他覺得爸爸媽媽都很喜歡用紅的 用騙的 所以他們覺得這個很不以為難 所以他們從人權的角度要來解釋大人的許多的這些行為 所以他們在經過了這樣的一個導覽訓練之後 沒有想到他們自己就發起了一個活動 他們聯名寫了一封信給了蔡英文總統 要求他來人權館看展覽 看兒童權力公約的展覽 同時他要親自來進行導覽 所以這個是在上個月 小英總統來到園區 由這群小朋友帶著他來認識 這段歷史跟相關的歷史 所以對我們來說 繪本就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介面 那我們去年其實有出再版了一本 就是我剛說的鄒族高一生前輩的繪本故事 那現在這個繪本目前有中文有英文也有日文還有周語 那我目前跟原住民原民臺合作 各位不曉得知不知道原民臺也有廣播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行的一個方式是要透過繪本 來進行有生書的規劃 未來我們會針對不同族語的政治受難前輩的白桶故事 把它透過繪本的方式把它進行轉譯 之後再搭配母語來進入校園 讓同學們都能夠認識自己族部落的故事 所以繪本是我們很重要的介面 所以我們今年其實預計 當然這樣不會是人群館出版 我們會透過去年我們用工作坊的方式 協助很多的這一些繪本創作家認識白色恐怖 以白桶來作為創作 那順利的話預計今年會有兩本 這個人權繪本跟白色恐怖有關 另外我們也把找了16位插畫家 進行兒童權力公約的條文 把它轉成一個比較容易看得懂的插畫 預計會在今年的11月20號 兒童權力公約頒布31週年的時候 會出版這個插畫 我們在實際在進行說故事的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到說繪本跟插畫的力量是很大的 那這個是最近各位不曉得有沒有看過一套漫畫 叫做《來自清水的孩子》 那這是蔡昆林前輩的故事 當時那個裡面的畫家叫周建勳老師 他針對兒童風域裡面畫的一文畫 這個也是 另外一個部份是 接下來可能對我們很多高中同學 竹女聽好 新竹林中聽好 這邊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資源 可能對於未來大家是應該會是有幫助的 第一個是 我們現在實際上透過很多的展覽進校園 就是把每一年的特展 就會成為下一年度的行動展 行動展就是由老師們來提案 你要寫你跟課程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就會去學校幫你把這個展覽做好 那這個特展到下一年我們就會變成教具箱 就是老師你寫一封信來說 你想要把這個東西帶去校園 我們就會寄給你 你只要付郵費就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會每一年的特展會成為下一年的行動展 然後再成為下一年的教具箱 那我們透過行動展的方式事實上就是說 因為都會知道不一定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來到博物館 但是如果我們讓博物館能夠進到校園 那就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也因為這樣子 其實會有蠻多的機會讓老師們可以去接觸到這些議題 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在台灣因為歷史的斷裂 很多人特別是學校 碰到轉型這個議題會碰到很多阻礙 常常很多時候就會被以教育不中立的理由 說這個老師有意識形態 或是這個老師有特定的政治立場 但是各位知道108課綱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開始 所以我一直想說我們怎麼樣趁著108課綱上路的這個時間 把握機會進入校園 所以在這個基礎底下 展覽就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介面 所以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去找到特綱怎麼連結 哪一些議題是跟人權跟轉型正義跟法治有關係 然後跟老師們去介紹 這個東西事實上可以在校園裡面做結合 那這邊因為我個人認為過去在學校端碰到兩個比較大的阻礙 第一個就剛剛講的學校端會害怕 會認為說會有家長會不會來抗議說這個教育不中立 另外一個部分是很多的老師不知道要怎麼上手 因為這個議題我們在過去的 其實我相信很多老師在當年大學這一段裡面 接觸這一段歷史的也很有限 所以怎麼樣變成要在課堂上教學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特別是很多時候讓很多同學會覺得說 哇 這東西留好遠 或者是說覺得這些東西好像已經過去了 沒有辦法讓同學有共鳴 所以透過展覽的方式是一個有助於進入校園的一個途徑 那我們的方式是希望讓大家了解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只是來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白色恐怖 什麼叫做轉型正義 可能大家覺得很硬 很教條 而且好像只有公民老師或歷史老師可以講這個議題 但是我剛剛講 如果轉型正義或白色恐怖 應該是所認為是我們所有人的公共記憶的話 他就不應該被學科給綁住 他應該是成為所有台灣人都應該要認識 都應該要擁有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歷史跟價值 所以怎麼樣打破學科界限 就會變成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思考點 所以我們採取的路徑就是 我不是要告訴你說 我們大家來談白色恐怖 我們現在來讓大家認識自己的校史 各位都看過返校 那各位知道返校其實發生在學校裡面 我們去年做了一個調查研究裡面發現 全台灣當年白色恐怖事件發生在校園裡面的 總共有一百多所 有一百多所 返校裡面如果他的圖形是基隆中學的話 那就是基隆中學光明報事件 類似這樣的案件其實在全台灣有一百多所 所以我們採取的方式是什麼 讓你從認識、校史的角度 所以我們去年做了一個 校園百孔計畫 這個校園百孔計畫就是說 老師們 你今天不是來認識一個大歷史 如果你對你自己學校的歷史有興趣 如果你對於你學校周邊的區域的歷史有興趣 我們就會帶著一群講師群到學校來幫你上課 協助老師們認識這段歷史 所以我剛剛講 我們會帶著檔案、帶著判決書 到個學校裡面讓學校的老師來認識 原來我們自己學校也有這樣的歷史 那這樣就可以拉近同學們的距離 今天同學認識的不是一個跟他無關的 今天同學認識的是自己學校的歷史 我們這個計畫裡面有兩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協助老師們怎麼樣帶著同學認識自己在地的歷史 因為很多的歷史就發生在我們周圍 我不要講某一個學校 在南部有一個高中 我們帶著地圖去 然後帶著判決書去 老師們帶著這個同學在研讀的故事裡面 在賀蘭發現 其實地圖一翻開 受難的這一些人 其實就是我們的醋皮桃味 很多人因為當年那是一個大案子 整片所有的家族 所有的鄉村 所有的鄰居 都是當事人 所以那個衝擊有多很大 各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同學們一看到說 原來這個以前我的叔公 我的背公 當年也是政治犯 為什麼我們都不曉得 那個過程其實那個衝擊也非常大 所以那個裡面 我剛剛講怎麼樣認識檔案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有一群老師講師 那我們剛剛講這是兩個階段 兩個階段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階段是要讓同學們認識自己的歷史 第二個階段是說 如果你認識了這段歷史 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把這段歷史說出來 也就是說我的想法是 我們不是只讓同學 只是理解這段歷史而已 而是你要成為捍衛這段歷史的具體行動者 所以我們這個講師群裡面 會跟老師談第二個階段 你希望讓學生做什麼 所以有些國文老師 他就會想帶同學寫劇本 要讓大家讀劇 或者是要帶著同學們寫這一些小說寫創作 那也有音樂老師要帶著大家寫音樂創作 也有同學老師是帶著大家要做版畫 因為版畫是50年代左翼的重要的一個 這個文藝方式 那我舉一個例子 今年六月 在上個月剛畢業典禮的時候 其實我們台北部就有一部一所私立的高中 他們就是去年來申請我們的行動展 這個展覽到了學校之後 這群老師真的很認真 這群老師就是打算要跨科 因為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其實單打不透很辛苦 所以這位公民老師就找了歷史老師 英文老師 國文老師 弄了一個人權週的課程 所以就是說所有人大家都說好 我們申請這一檔展覽在學校 那我們各自上我們各自的課 但是那個禮拜所有同學就是來上人權 就來看這個展覽 那那個展覽的過程裡面在備課的時候 我們公佈了校園白孔地圖的這個方案裡面 那位公民老師就後來發現說 我們學校也有白孔世界 他就很好奇 所以我們後來就協助他 就讓他這個了解到那一位老師 是當年國文老師上課上到一半 就跟返校一樣就被抓了 然後被抓了之後 他的理由很荒謬 他的理由是因為他是從中國大陸來到臺灣 被特務檢舉抓到說他在1930年代 曾經在中國組讀書會 讀相關的左翼的這些出版品 那認為他思想有問題 所以他就被抓走了 他總共被關了14年 被關了14年 可是這位老師的這個故事 其實當這一群老師在背課的時候 其實衝擊非常大 所以他們就開始想要了解這個老師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就有 我們有一群講師群 就帶著這些檔案到學校去協助這群老師去背課 在背課的過程裡面 意外的發現 這位老師在過世之前 把他所有的日記捐給了學校的圖書館 那陳鋒40年的這個日記 竟然在這樣的意外的時間裡面被發現 所以那一次在展覽的過程裡面 除了我們原有的展板 這一群老師又特地把這一位老師的故事 特別做了一個展板 然後把這個他的日記展覽做展出 我當天去的時候其實很感動 讓老師、校長、同學哭成一團 其實都非常感動 事後這群老師決心 覺得說我們一定要把這段歷史保留下來 所以他們就帶著同學進入到我們的第二個階段 就是開始進行創作 那進行創作 他們希望做的是希望要做出一個舞台劇 要做一個舞台劇 所以我們從上個學期二月開始 近年二月開始 我們就帶著很多戲劇的老師 去學校協助這群同學進行創作 這個劇本都是同學自己寫的 那所有的這一些腳本也好 所有的這一些原本的這一些規劃 都是學生自己創作 他們要用自己的方式把這段歷史記憶下來 但是很遺憾中間有兩位高三的同學 在最中途因為考試的關係 所以中途沒有辦法完成 所以最後在今年六月 他們成果發表的時候 事實上就以獨具的方式完成 而不是真正變成一個舞台劇 那麼首演的時候 我又去參加他們的首演 其實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到 有非常驚人的力量 讓我看到了 我們就剛剛洪先生所提到 我覺得我們的年輕一代是非常有潛力的 他們用自己的方式 把這段白孔的故事 用自己的劇本把它呈現出來 成為這個學校未來所有的學弟妹 都必須要認識的一段歷史 同時在那一天 校長就把所有的日記 就有一個捐贈儀式 捐給了國家人權國 所以這樣的一個校園白孔計畫 其實是我們未來進校園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路徑 也就是大家不要去想說 我認識的這些人多 我都跟我無關係 我們就回到自己學校的歷史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南部的那個高中 現在這群老師打算要帶學生做一張白色恐怖地圖 他們要把他們鄉鎮裡面所有的這些政治案件的空間 要把它畫出來 同時要做成一個展覽 他要帶著鄉鎮裡面的這些爸爸媽媽老一輩的人 回到歷史的場域裡面 共同來理解認識這段歷史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 進入校園這件事情是 可能沒有辦法用一個 我剛剛講的這些史料的方式進校園 因為對很多人來講 他有一定的距離 但是如果以進入到在地的歷史 回到校園的歷史的角度 你自己去探索自己周遭身邊的這些故事 那就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那這個就是這上個月 他們一開始 我們帶著藝術的老師 協助他們去做一些身體上的這個練習 那這是他們當天的這個演出的內容 所以新竹女中也可以 我覺得一定有機會 這裡面有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在這樣的基礎底下 各位看到我們今年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書 叫做轉型正義之路 我們特別邀請了周婉堯老師 各位應該如果讀過台灣史的人 應該都聽過一本少年台灣史 那周婉堯老師習慣於非常厲害 他可以用青少年的筆觸 來寫非常堅設不容易理解的台灣史 所以我們邀請了周婉堯老師 寫了這本轉型正義之路 用很淺顯易懂的語言 把什麼是轉型正義 台灣擺設恐怖 我剛剛講的這些檔案 胡亦遺址等等的東西 做了非常完整的這個描述 那我們在這個基礎底下 在這本書的基礎底下 預計要在今年十月 會上這個會有八堂 基於這一本書為架構 有八堂不同的線上的引力資料的課程 是跟這本書有關 主要就是希望能夠協助未來進入校園的時候 能夠對同學或對老師有幫助 那這裡面你就會發現到說 你事實上可以有不同的跨科領域的一個研究的開始 另外我們最近出了一些書 就是事實上跟電影有關 因為其實各位知道 要怎麼認識這段歷史 除了我們剛講的檔案 口述以外 其實透過電影來說故事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介面 各位知道我們台灣也有看過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計程車司機 哇 還不少 各位知道其實台灣也有一個台灣版的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今天大家去吉米園區 不曉得曹老師有沒有介紹 在醫務室裡面 有沒有進去醫務室嗎 有沒有 有進去問 吉米園區醫務室 有沒有 裡面有一位陳總統醫師 他其實當年 因為所有的政治犯都要經過他 所以他都會知道政治犯是誰 當年這個蔣氏政權對外宣佈說 台灣沒有任何一個政治犯 他們雖然被關在牢裡 但他們還仍然努力要去突破這個環圍 所以陳總統醫師就是負責操務 這個名字 透過在外面做外溢的這些政治犯 把這個名單傳出去 後來透過很多的管道 傳到給國際特色組織 才讓國際特色組織 透過國際的力量 來要求台灣不能夠進行相關的這些政治 也又造成很多的人原本背叛死刑 後來逃過一劫 所以這就是真實版的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其實台灣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所以我們用不同的方式 其實也是希望讓大家能夠認識歷史 所以我們從前年開始 我們每年也有人權影展 那透過人權影展的方式 其實是要透過電影來跟大家分享故事 所以我們也整理了台灣幾本重要的影片 作為這個可以說故事的一個文本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 《超級大國民》 看過嗎 那我們其實在去年就整理了這個 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關鍵字 所以你一方面讀看完電影之後 有很多背景的知識跟概念 都可以透過這些書來進行 那我們每一年的影展 其實我們現在的方式是 每一年都會預計找出兩部電影 做成這樣的關鍵字 那我很期待如果一年兩本 十年就二十本 未來這些資源都可以對我們 在進行這個議題有關係 那最後其實我們今天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書籍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文學作品 其實文學的力量真的非常大 透過文學你才可以有機會去探究 其實各位知道 雖然我們談台灣的白色恐怖經驗那麼長 但是在不同年代 其實遭遇到的一些國家暴力侵犯的樣態是不一樣 比方說五雲年代 像六雲年代這一段時間裡面 各位會發現說 很多人說二二八跟白色恐怖不同 但是我們從很多的檔案裡面 你就會發現到 五雲年代很多的政治受難者 其實都是跟二二八有關係 要嘛就是當年二二八的時候 在五雲年代的時候親人被屠殺 因為因此對現有的政府不滿 遭遇到採取許多不同的改革路徑 或者是當年在 因為二二八看到了整個國民政府的這種腐敗 開始轉向面對這個新的政治的一個改革 所以他們在五雲年代的時候 其實各位就可以想想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會投入左翼的社會主義運動 這個跟六雲年代跟七年代會有大不同 所以你會看到在不同年代裡面 因為其實白色恐怖或者是政治受難前輩的樣態也非常不一樣 可是這個東西你很難純粹用檔案來理解這件事情 可是從文學作品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從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第四冊 這邊有四冊裡面 第一冊在檔五雲年代裡面 你就看到比方說郭松芬的月映 或者是吳卓柳的郭斯坦科長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在當年很多的台灣人從原本是熟悉的日語 一夕之間變成他要講國語 同時否定所有東西以前的東西叫黃明化 在那樣的一個思維改變或者是壓迫之下 他們面對了很多的政治、社會跟文化的議題 你就會發現說他們有很多的年輕人 也在這樣的一個基礎底下去找尋了另外一種出路 那這個跟六零年代之後開始有獨立運動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案件有所不同 所以透過文學作品 其實我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也讓很多人能夠去了解在這樣的一個戒嚴體制 逐步生成的過程裡面 每一個台灣人所面臨的一些不同處境 那文學的力量在於什麼 在於說他今天不是在講一個真相 他這邊存在的很多故事 故事當中有很多張力 也讓我們能夠進入到這個同理 去理會到那個不同時代裡面 這些不同人的處境 在這邊或許我們也可以從進步的了解到說 如果我們進入到文學當中的這些作者 或者是這些當事人 面對當下的處境 我們會怎麼樣理解 我會選擇怎麼樣子 比方說我們也看到了 也有很多在處理背叛者 各位知道台灣在當年的白色恐怖時期 也不是所有的受難者 他都一定是國家暴力底下的傷害者而已 他也有可能也是一個加害者 因為當年都知道台灣的特務是很厲害 他可以把很多的政治犯逮捕之後 出獄可能有很多種方式 除了持續監控之外 也可能往羅尼成為陷入 成為藥備案 甚至是在監獄裡面 也透過監獄的管理人員 來進行許多的這一些離間 所以在獄中裡面 也有所謂的運作範 就是在協助提供資訊 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 今天這個暑假 能夠有機會到綠島 我們現在在綠島正在進行一個展覽 就是50年代的綠島在叛亂案 就在獄中裡面還有人會在叛亂 為什麼 其中其實就是有很多的政治犯 其實是被當年的這些國家運用 作為裡面的這個獻民 所以在這邊 被害者有可能也是加害者 所以各位如果聽過一位作家叫季季 季季的先生叫楊偉 他是政治犯人 但是他同時也是當年舉報 陳映珍他們入獄的重要的獻民 所以你會看到在那個時代是一個扭曲的時代 是對於人性扭曲的時代 可是回到那個脈絡裡面 我們可以透過文學 進入到不同的領域 來了解這些不同的問題 那最後透過國際 就是說我們目前也希望能夠透過這個 各位知道我們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做 《竊聽風暴》 有一部德國電影 當年那裡面最重要來談東德時期的 史塔西檔案局 那那個史塔西檔案局很厲害 各位知道全東德平均18個人當中就有格式縣民 那個密度有多高 所以那個檔案洋洋洒洒 各位看到我這邊看到的這些檔案都是 那麼我們很榮幸的 這個德國史塔西檔案局 跟國家人權博物館簽署了合作 備忘錄 未來他們要協助人權館 怎麼樣善用他們的研究檔案的技術 各位可以看得到 他們當年的檔案也是跟我們 他們比我們那個時候更驚險 當年東德共產黨垮台之前 他們的所有的國安系統 打算要開始去銷毀 所有的這些政治檔案 他們經過到現在已經30週年了 他們還是持續在進行檔案的解讀 各位看一下 這是已經變成碎片 他們把它用碎紙機繳成碎片的檔案 他們現在要用科技的方式把它還原回來 你可以想讓一個國家投入多少的資源 在進行這些歷史還原的工作 所以剛剛那位是正式檔案局的局長 他特別帶我去看的是說 這是他們現在正在進行的 所以他們不會因為促轉 轉型正義委員會結束之後就結束 他們仍然持續在做檔案整理的這個工作 所以這裡面有每一個人的按卡 那是相當相當機能 各位我剛剛說了 他們的線民的密度這麼高 所以所有人的監控的檔案 其實斯塔西檔案局保存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那我們現在當然促轉會很辛苦 他們還在努力的在挖掘這些檔案當中 那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要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就是我們要作為政治檔案研究跟教育推廣的中心 也就因此這個斯塔西檔案局很希望能夠來協助我們 所以明年這位局長 其實這個局長真的很難得 雖然各位如果看新聞都知道 現在德國好像因為中共的壓力 對我們好像不是很友善 但是這個局長他是國會任命的 他算是政務官 但是他2018年特地來到台灣參加我們的接牌儀式 明年他要即將卸任 他在明年6月也會來到國家人權博物館 主要就是要來如何協助我們後續 針對這些政治檔案的規劃 能夠有系統的來進行處理 那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其實沒有真相 沒有這些真相就不可能有什麼正面 所以歷史真相的還原是很重要的前提 可是人家是怎麼做的 這件事情是有很值得學習跟藉頸的地方 我看到是很佩服 就是說他們要花這麼多的心力 到現在都仍然在進行這些檔案 還原跟解讀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年其實也透過這樣的方式 開始去進行很多外文出版的一個合作的可能性 希望透過外文出版的方式 能夠讓我們這段歷史 慢慢可以透過國際交流的方式 讓更多的人能夠理解 所以我們人權館同時也是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的亞太峰會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會做跟人權議題有關的國際的交流 所以除了白色恐怖之外 我們每一年也會規劃不同的人權議題 那其中今年因為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叫做 Museum for Equality,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就要談共融與多元 所以我們今年主要就是談移工 談移工人權 所以今天我們所有的人 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進行的 今天我們所有的團朋友 最近我做了一個四個月的共學工作坊 我們找了十四個台灣的移工人權的NGO 跟十四個博物館界的專業同仁 舉行四個月的共學 那我們希望的是透過這樣的共學 因為我以前來自於NGO 我覺得我可以稍微理解他們彼此的心情 NGO的朋友其實不太習慣跟工部門合作 也不太知道博物館在幹嘛 那博物館界的人雖然常常喜歡做很多議題 但是他們可能不能夠理解第一線 這些NGO的人權團體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今年進行的這四個月的共學 就是要讓這兩群人一起來相互激盪跟討論 所以上個月 這個是我們在人權館的禮堂 所進行兩天的共學的這個會議 這個移動人權的工作坊 那上個月我們就到高雄 我們去看不同的收容的中心 他們是怎麼樣子在面對這些移工的議題 那今天晚上今天白天 因為我因為要趕來這裡 所以沒辦法參加 這一群人現在正在南方澳 台灣的漁工 我想友言也很清楚 台灣的很多漁工的處境是非常艱辛的 特別是現在的我們的法令 說這個漁船要屬於中華民國、國民 所有的這些漁工的待遇 他要以依照台灣的法律來規範 但是各位知道在南方澳外海裡面 有很多漁船 船東都是台灣人 但是他登記在外國 所以這些漁工在這個船上的處境 是很多人很難想像 所以今天他們正好在南方澳 在進行相關的參訪 那我們希望是明年 除了共同撤一個展之外 我們希望明年能夠有一個出版品 是把台灣移工人權的議題 由NGO跟博物館共同書寫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檢視跟盤點 那我們會希望成為明年 在國際人權博物館年會的時候 成為大家共同討論的基礎 那這邊因為我們很多博物館的會員 是東南亞國家 台灣是移民的輸入國 但是我們如果把這些議題 帶到這些東南國家跟他們 他們是移民的輸出國 相互來檢視跟對話 或許就會有不一樣的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討厭 大拜拜式的國際研討會 我覺得那個研討會送往迎來 也不一定能夠真正了解到 自己不同國家真正的問題 那我們與其這樣 我們好好的讓這兩組人 解釋、談點議題 進行相關的討論之後 我們希望明年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出版品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也能夠讓國際能夠被看見 坦白說 我個人認為 這兩年給我的很大的體會是 人權是台灣走得出去的一條路 大家真的 雖然我們在外交處境上 受到非常多的挫折 但是我的經驗 雖然在很多國際場合裡面 中華民國這個名字沒有辦法被看見 但是很多的朋友 對於台灣這三十多年來的人權跟民主的表現 是高度肯定 甚至有很多人是非常好奇 就是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你們為什麼可以沒有發生太多的激烈衝突 可以一路走來 為什麼你們可以克服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的平權的國家 對於很多人來講 這樣的一個小國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成績 對於很多外國人來說 這特別是 很多要比人權 中國不會比我們 沒有辦法跟我們比 所以在很多的場合裡面 台灣的人權表現是會被看見 會被肯定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也很期待說 我們現在很多NGO朋友們 雖然面對目前的政府 還是有很多要去質疑、挑戰、批判的地方 但是回過頭來 我們還是要去珍惜我們現在的許多的人權 辛苦得來的這些成果 所以透過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可以很驕傲的 跟很多的國際朋友 談台灣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捍衛這些基本的人權 所以也很榮幸的 我們在上個月得到德國的一個獎項 這個獎項就是頒發給國家人權博物館 對於轉型正義跟人權教育有功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但是也是蠻訝異 因為很難想像 就是台灣是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在國際上沒有被看見 但是也因為我們成立了這樣的一個博物館 反而讓很多人注意到這一件事情 也肯定了這一件事情 所以在上個月的頒獎 等於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沒辦法出席 就由我們駐德代表處的謝志偉大使 來幫忙協助領獎 那個過程裡面其實 我們同仁在看直播的時候都看到哭了 因為看到中華民國的國際 還有看到了兩個園區 在這個德國的電視螢幕上播出 所以這裡面其實只要告訴大家 這個 人權記憶這件事情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來保存 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 那出版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基礎 所以我們在從去年開始 剛剛各位看到的這些書 我們大概未來會有系統的 會有幾個重要的類型 一個就是剛剛講的人權思潮 另外就是口述歷史人權檔案 第三個是跟藝文創作 第四個是博物館內襲 所以這些書 左轉都有賣 各位大家如果有精彩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有機會想來買書的話 其實是可以到園區裡面 我們每個月的10號跟20號 是有優惠 那我今天不是要來賣書的 我今天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最後一個政府機關 出這些書的意義在哪裡 這個跟轉型正義 跟人權教育有什麼關係 那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記憶是重要的 一個人不可能沒有過去 所以我用最後一句話跟大家分享 私意 一個沒有過去的人 同樣也就不會有未來 為什麼 因為從生理 心理學角度裡面 就是一個人得了失憶症 是因為他的海馬體 有損毀 他海馬體有損毀 他就導致是說 他沒有辦法去記憶過去 但是一個人在想像未來 其實重要的元素 是要基於他對過去的經驗 你如果沒有過去 你就無法去想像未來 所以一個人搶像 將來一次聚會當中會出現的狀況 會是利用過去的經驗 所以沒有了過去 事實上就不可能有未來 所以記憶 對於過去記憶的保存 事實上是引領我們未來的一個重要的道路 我常常跟很多同學說 我們不管騎摩托車或是開車 我們都會看後照鏡 看後照鏡 看歷史 往後看 好像看歷史的目的 事實上是要指引我們正確的道路 所以歷史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借鏡 跟不斷提醒我們的一個重要功用 所以透過出版 讓這一段記憶成為我們所有人的公共記憶 我相信這是台灣未來 面對中國 或者是我們現在協助香港的過程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真實的基礎 也就這樣 我們要做一個有記憶的民主 我們要做一個有記憶的民主 我們才能夠昂首闊步 抬頭挺胸 去面對未來種種的挑戰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出版 只是一個初步 那因為這個博物館才成立兩年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我也希望說 透過今天這樣的業務報告 讓大家能夠了解到說 我們出了這些書的目的是什麼 那也希望各位有機會 能夠來看這些書 或者是 我知道現在 我們的白色恐怖小說選 在全台灣各地已經有很多讀書會 那我也知道最近有很多老師 開始用轉型正義之路 在進行相關的共備課程的群組 那我也很歡迎我們這邊在座的年輕朋友們 如果你們希望透過這些書來一起研讀 或者是你們希望認識自己學校的歷史 都可以來跟年輕館聯繫 我們大家一起來保存我們自己在地的歷史 我們自己珍惜 我們才是自己捍衛歷史的人 不太可能什麼東西都透過國家來做 而我們自己就可以做 我們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捍衛歷史記憶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轉型正義的實踐者 不是只有初轉會那辛苦的幾位委員而已 所以大家一起共勉 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 非常謝謝主持優質的業務報告 我最希望所有的政府或國家的業務報告 都可以用這樣當時來呈現 講入大家的心坎底 雖然剛剛俊宏講的 我們這個世代應該是經歷過台灣某一個階段 但是很抱歉我真的沒有經歷過 我1992年才來台灣 那剛剛這樣的一個分享 事實上勾起了非常非常多的業讀的一些經驗 不過忍不住想講 不過我知道大家有問題想要問 我把時間還是留給大家 不過譬如說剛剛居然有提到的幾個人 請大家看這個方向 這是潘小強攝影師 他的台灣作家一百年的作品 譬如說剛剛俊宏提到陳一貞 就在這裡 高一生在後面 高一生 柏洋有在綠島 這些是政治犯同時也是作家 政治犯同時也是作家 然後這裡也有潘小強的作品 對文字他們在受看的同時 也嘗試想要透過文字留下某一些的痕跡 那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從我過去的一些閱讀的經驗 也許這絕對是我個人的一種收穫 跟心得 當你去脈絡化的關懷 只會留於同情 這純粹是我個人的心得 去脈絡化的關懷只會留於同情 而同情只是暖暖的慈悲 同情很快就消失了 你會因為你同情的事情多了 你可能就淡忘了 你可能就會很短暫的 成為一短暫的記憶 但是你如何讓它成為你可以持續關懷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我在過去這二十幾年來 尤其是剛來台灣的時候的閱讀 事實上提供的我非常非常多的準備 當我讀了大量的228 這是我在來台灣以前沒有經歷過的 也沒有經驗過的 也不知道的一些歷史的片段 當我閱讀了以後 我開始閱讀全世界的屠殺史 然後開始了解自己國家裡面的513 513事件 或者是了解其他國家的 轉實正義的一些痕跡 通過這些文字的穿透性 你會讓你的記憶更加的深刻 你會讓自己處在一個更加堅定的視野 跟角度去思考的一些溫度 這是我聽完剛剛 俊宏的憂詞業務報告以後 勾起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裡面想了想的話 不過時間還是該放出來給大家 現在時間是大家的 好 很謝謝陳館長 今天願意跟我們分享這麼仔細 而且清晰的介紹 那我這邊有一些問題 可能算是四個問題有點複雜 我覺得蠻認同館長告訴我們說 大家對這一段歷史是有一個斷例 也其實沒有什麼記憶 然後經過這次宿傳會的一些展覽 然後去閱讀相關的作品 我發現人權相關的歷史文字非常的沉重 然後其實社會上其實沒什麼共鳴 就是就算是有興趣的人 或是一些導演一些調查無意移植的工作人員 他們其實在工作過程中都覺得壓力很大 其實因為瞭解那個歷史覺得是一個很沉重的包袱 或是甚至造成創傷 那所以就有人建議說要用溫走的方式 例如用藝文啦 例如用遊戲的創作 或是拍攝電影來讓大家感到興趣來 自己自發的去了解這段歷史 那可是我們大家在這邊都是在不同的領域工作 您對於我們有什麼建議去適度的調整 資訊的濃度或是情感的濃度來推廣這樣 一起來推廣這樣的東西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後面其實我也想問問看館長 對於在您的想像裡面怎麼樣才算是真正的和解 像《凡校》這個遊戲作者姚鑿佳就說 那個魏仲廷他最後只剩下無奈坐在教室裡面 然後林家河說如果要揭露真相 那勢必要付出社會對立的代價 然後還有一個教授好像叫林國民吧 他說他在研究這些當事人的過程中 發現協力者他也會覺得被國家背叛 那對於不同這個體制裡面各個不同的角色 以及現代社會 所以現在我們的現代在看這些事情 其實社會也產生蠻多的對立 那真的只需要真相和同理 還有再保證讓這件事情不要再發生 而且這個保證有可能沒有辦法保證很久 就這樣就夠了嘛 這樣就真的能夠達到和解嘛 然後 而且未來其實有可能政權是會更別的 然後對於這樣的可能的變化 不曉得你明明覺得這一群工作者 有沒有預想什麼對策來超前部 避免這樣是不是再次發生 好 所以要收集 測試 好 好 來 這裡有 那要先嗎 蛤 那要先 好 那個 好 先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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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想請教一下 你最後提到了一個這個詩意的問題 那剛剛聽了你的這段話 在我的記憶裡面 就是說你被我歸屬於叫做高級腦脹者 因為在腦脹的裡面還有分都高低級嘛 你是屬於高級的 那如果不是的話請你回答我 我剛聽到的都偏重在被害 但是真正的加害方 我得不到記憶 在這個草包下的江 跟草包下的記 在中華民國體制 這個加害 加害方 那為什麼你的人權論述裡面 都不存在 好 謝謝 非常謝謝剛剛的幾個問題 我簡單回答 第一個問題是我非常同意 剛剛其實一開始有人談到的 就是說我們面對歷史這件事情 真的怎麼樣子讓從同情轉到同理 從 sympathy 到 empathy 這件事情其實事實上是重要的 所以回答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何讓一群在過去 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斷裂的基礎底下 能夠跟這個歷史有所聯繫 這件事情比較不太可能 是讓我們每一個人純粹用論述的方式 來告訴大家這件事有多重要 所以我剛剛才會講說 轉型正義作為一場文化反省運動 我這兩年的一個重要途徑叫做藝術介入 所謂藝術介入就是說 你可以因為你是音樂愛好者 或是你是文學愛好者 你透過這個途徑認識了這段歷史 或者是感受到了因為這樣的故事 歷史當中的那個力量 或者是這一些遭遇 所以這兩年我們透過藝術介入的方式 其實很重要的啟發 是來自於我兩年前有邀請的南非的前大法官 叫做L.B.Sauce 這是獨貝的那個大法官 他來到園區之後他有跟我分享一段經驗 他說藝術是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當中 最重要的工作職位 因為透過藝術打開了思辯辯論的空間 因為這個裡面我們先不要去談誰對誰錯 我們今天事先不用去談今天誰是 因為我們是在做歷史考訊 因為我們透過藝術介面 邀請這種不同立場的人理解認識 這是一個開端 也在這個開端 因為各位知道台灣過去長期以來 我們有一些人是生活在平行線裡面 很多人彼此是無法去理解對方的生命經驗 或者是他所兼職的政治立場 或者是他的史官 但是透過藝術 其實是可以先化解這個可能性 讓彼此都有機會透過這個方式 聆聽對方在想什麼 在說什麼 所以他說藝術其實遠遠比厚厚的那幾本 總結拜報告書來的更有力量 所以也因為這種方式 我才會透過音樂 透過文學 透過繪本 透過不同的 不義遺址 也是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 讓更多的人來透過認識這個領域 然後開始來接觸到這些不同議題可能的創作 舉不義遺址來看 各位知道其實不認識歷史的藝術創作是很可怕 2009年的時候 各位今天如果去過一任圈館 你不曉得沒有去過另外一個地方 叫做汪西林特區 就是當年江南案 就是當年特務到美國去殺了一個人 叫做江南 那當時是這個情治單位的這個頭子 後來為了要給美國一個交代 所以把他關起來 可是他跟一般的政治犯不一樣 政治犯都是要關在仁愛樓 他不是他有任何一個景美的別墅了 他還有自己個人的套房 他禮拜六禮拜天還可以會客 家人還可以住進去看守所的他的那個房 所以可是2009年當時人口館還沒有成立 當時是由文建會主導來經營 他們邀請了一群藝術家 來進行展覽的策劃 結果有一個裝置藝術 就在這個汪西林特區裡面做了一個作品 叫做自由 他在想要揣摩 汪西林渴望自由的那個想法 各位可以想像這件事情 對於政治受難者有多大的創傷 你今天做了一個作品 事實上是在描繪一個加害者 怎麼樣子在面對這個渴望自由的心境 那這裡面我們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邀請這些創作 不管是繪本或者是不宜儀子 我們所有藝術家都要從零開始 我們都有三個月的共學 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去了解什麼是白色恐怖 所有的人都要去參加不宜儀子 所以我們還有一組陪伴社群 就是有藝術家我 還有我們政治受難前輩組成一個陪伴社群 這三個月是隨時協助諮詢 也就是說要讓你先認識歷史 你再來進行創作 而不是anything goes 透過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是 現在這些藝術家好像是腦筋被打開了 雖然他們已經結束了這個共學 已經有了成果 但是目前這兩年下來 他們仍然持續在進行這方面的創作 甚至現在成為我們現在進入校園的講師群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透過一些不同的方式 其實只是一個促講 也就是有機會讓我們跟這段歷史有了連結 才有辦法讓他可以進一步的再去挖掘 再去思考 所以當然這個是一個非常間接 但是是不是能夠達到這個 我個人認為是有潛力的 以目前我們接觸到的很多年輕朋友的經驗來看 開始有些人是因為喜歡繪本 所以認識了蔡坤林 認識了陳青森 所以他開始知道想要了解白色恐怖 也有些人是因為看了這些小說 才知道說原來有那麼多東西可以去挖掘 那這是一個可能的途徑 我還是希望藝術介入的方式 還是希望能夠持續下去 那針對你第二點 我就要這邊跟大家特別說明 轉型正義的四大面向 和解是最外圍的 各位看到和解最外圍 和解不是轉型正義的前提 很多人都把和解當作是 我們在進行轉型正義的前提 不是 如果沒有這一些 轉型正義工作的進行 談和解叫做禍犀 談和解就是我們先以和解為前提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不是轉型正義 所以和解也不是 我們這一些國家機關也好 或者是我們這個社會大眾的主張和解 當事人特別是這一些被害 但我們沒有要求被害者應該要和解的權利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後面這一個 在這張圖裡面和解會是放在最後端 同時和解有四個層次 第一個是我這個人 我這個受難者怎麼樣去面對 與過去的和解 各位知道有很多的人到現在都還走不出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層次的和解 第二個層次才會是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 能不能和解的問題 第三個 其實各位知道 其實特別是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會看到 以高醫生的例子來看 因為高醫生跟湯守仁的被逮捕 其實不是影響到只是他們個人而已 還影響到他們的整個家族之間 甚至影響到部落 很多部落現在還有人會譴責他們 認為今天我們的州族會有這樣的命運 就是因為你們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面有很多 複雜的第三個和解層次的問題 第四個是跟制度性的和解 各位知道我們現在 其實在制度上仍然有很多的人 比方說我們在人權館 去聯絡政治受難者是有專人 我們不會任何隨便的人打電話給政治受難者 因為他們曾經遭受過國家的侵害 他們仍然對這些 接到一個莫名的電話 是會放肆恐懼感的 所以那個信任關係 怎麼樣去面對這個體制 成為這個體制的一份子 這件事情也不是每一人都可以做 所以簡單來講 我剛剛講 我們沒有要求政治受難者和解的權力 所以和解必須是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同時和解有幾個不同的程式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不太敢跟所有的朋友說 我們今天進行轉型正義的前提 就是我們希望台灣能夠邁向和解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容易 特別是當我們歷史真相都還沒有清楚 所以回答剛剛另外一個問題說 我為什麼都沒有談到加害者 因為目前為止 台灣在轉型正義的工程當中 除了現在進行轉型正義資料庫的建制 可以依照裁判書裡面去找到說 當時在這個懲判過程裡面 有哪些參與者之外 對於如何去檢視 或者是去進行加害體系的舊責 這些事情都還沒有做到 所以站在人權館的立場上 我現在也沒有任何的史料證據 可以告訴大家說 這個人叫做加害者 那個人叫做參與者 這個人叫做協力者 所以這部分當然我很抱歉 我今天在分享的時候 沒有辦法告訴你 我為什麼沒有談加害者 是因為台灣 各位知道在當年228 還有出過一個228官方報告 就這個議題有一個總結性的了解 但是促轉會還在進行 我們也會期待在明年促轉會 能夠提出一個總結報告 讓我們能夠對於這樣的一個加害體系 有一個初步的輪廓 簡單來講 這件事情還在進行中 所以這些議題都還沒有處理 談和解有多麼困難 所以這邊最後一個問題 我覺得公民老師談得非常好 但是因為今天主要是 主要是跟大家談出版品 那這件事情我確實要跟你說明 是說從出版的脈絡來看 我們的出版品還主要是 跟人轉型正義跟白色恐怖 那這個我必須要說明 這個跟我們整個歷史 這個兩個園區的歷史脈絡有關係 因為這兩個園區是遺址 所以我們 而且就跟剛剛分享一樣 這個博物館轉型正義這個議題 在台灣社會 過去沒有太多人重視 那這個博物館能夠成立 我剛剛談到的 其實是在很多政治收難前 被辛苦爭取而來 所以轉型正義是 我們過去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但是我也要在這邊澄清 就跟大家說明 國家人權博物館不是白色恐怖紀念館 也就是說白色恐怖 它跟228燒有不同 人權館不是只有做白色恐怖 既然它叫做國家人權博物館 它當然就會涵蓋許多不同的人權議題 但是我們必須要說 就是說因為它現在還年輕 所以我們現在過去 光是我剛剛談到的 光是要處理這一段白色恐怖歷史 我們的工作就已經非常的沉重 所以現在我們用 國家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的介面 我們在進行這樣的一個不同人權議題的結合 所以我們從去年開始 各位你也看到 我們去年做了兒童權利共約30週年的特展 主要就是開始連結兒童權利 我們今年也開始進行跟原住民議題的結合 那今年我們事實上也跟阿嬤家合作 進行關於女性的這個權益 同時也跟 當然阿嬤家現在暫時 他們現在在找另外的管署 那主要就是要談關於人口販運的議題 那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後續每一年 我們會依照不同的國務館聯的主題 來規劃不同的人權議題 所以現在我們雖然館內沒有辦法經營每一個議題 但是現在嘗試的方式就是 跟不同的人權團體一起合作 共同來規劃議題 所以各位想想看 明年我們可能就有一本移工人權的 相關的一個展覽跟手冊 那我會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跟不同的人權議題結合 來進行相關的規劃 我們去年也跟愛滋病人權議題結合 所以去年在當代藝術館有一個展覽 就是跟愛滋病團體一起來談 關於所謂的醫療人權的議題 所以我們今年的國際人權營展 剛剛忘了講 今年國際人權營展的主題就有兩個 一個是醫療與人權 主要是跟我們這次防疫有關 我們可以帶來解釋 台灣的醫療人權的議題 透過電影 第二個部分就是跟移動有關 我們會談移工、談移民、談難民的議題 所以這個必須是說這個確實是我們剛起步 但是我要在這邊再次跟大家重申 國家人權博物館之所以是人權博物館 就表示它不會只有做白色恐怖 它不是白色恐怖紀念館 但是這個部分的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那也很希望 我希望今天聽完之後 有很多的夥伴可以成為我們 跟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合作的對象 從時間的關係 我先接待二首謝謝一下長長 我們就差不多直前準時來結束 不過真的 剛剛俊宏的很多的話都勾起了我很多的想法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反正正義 像我的國家馬來西亞 1969年發生的五一三事件 今年才留第一本口述歷史出來 今年才第一本 但是總共的困難 我記得我讀的第一本的 有關五一三的史料 是從英國圖書館 學長從英國圖書館寄回來給我 然後在台灣讀這個史料 因為馬來西亞根本讀不到這個史料 而我為什麼會去讀這個史料 是因為在台灣學會了讀台灣的 台灣的這些歷史的史料以後 我才真正的知道如何去讀自己的歷史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我覺得閱讀就是會讓你失控 會讓你自己往另外一個方向去鑽 那譬如剛剛俊宏有提到的一個 歷史阿克 他有一本書 推薦大家看 非常非常好看的一本書 就是 這個斷壁上的花朵 我覺得我是幸運的 因為他來台灣演講的時候 我有幸成為這個女台人 這個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 南非全大法官 他那本書裡面 前面半段關於他的很多 包括說轉型正義的一些描述 後面是他擔任大法官以後 對於很多人權的大法官視線 解釋憲法的這樣的一個故事 譬如說跟我有關的 就是醫療人權 那本書最重要的一個意義在於說 他把健康權這個事情 做了一個蠻明確的定義 這樣國際上面去評論說 健康權到底那個程度 國家的義務有多大之類的 有一些比較指標性的一些 出來讓大家可以參考 好 那 有點感動 所以還是要接大家的手 再來是接大家的手 謝謝自己好嗎 那各位有很多的書都是跟人權有關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 可以找來看 那我想今天 大概透過這樣的一種說明以後 知道文字跟人權 知道我們每一個人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 去把人權這個事情做好 那我用一個小故事來結束一天 我覺得整個講的那個 穿透整個內容的一個例子 就是今天 今天到立法院 葉浩老師用一個概念來詮釋某一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存在在台灣社會 叫做政治時差 就是永遠都會有一群人活在一個政治時差裡面 他完全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他也不想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譬如說今天在導覽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大移說 你們知道蔣經國嗎 你們知道蔣經國是台灣的貢獻嗎 我就 對不對 好吧 我稍微了解一下這個 你也想說 這個就當場想說 過呢 過呢 就是他 他說 功大於過 功大於過 那過呢 那過呢 然後他說白色恐怖啊不要講 白色恐怖 立法院不要講政治 我們今天 這句話聽得很 賭 賭什麼 賭啊算的 好 謝謝大家參與 那我們又要掌聲謝謝哲伍的團隊 每個禮拜五休息的頻道 休息的時間 都在這裡 跟大家討論 非常當中的議題 那就謝謝大家參與 一段謝謝